柔佛州新的州大臣上任之后 各界都在拭目以待新的州行政议员阵容 而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今天一早 已经前往了柔佛王宫觐见苏丹 慕尤丁随后透露 新的州行政议员名单已经成交给了苏丹寻求预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新的州行政团队明天就会宣誓就职 也是西蒙柔州主席的慕尤丁 今天上午进入柔佛王宫觐见苏丹 新任州屋大臣沙鲁丁随后也进入王宫 两人随后回到大臣办公室举行闭门会谈 慕尤丁透露州行政议员的名单 已经提交给苏丹 没有意外的话明天就会宣誓就职 新团队上任在即 慕尤丁也公开促请中央政府 给予柔州政府更多自主空间 直接和新加坡交涉 自行处理州内事务 确保两地可以保持密切友好关系 至于州屋大臣撤换之后 奥斯曼担任的西蒙戴州主席一职 是否也将换人做呢 也是原任州主席的慕尤丁表明 代主席最好由大臣兼任 因此西蒙中央将针对此事 进一步讨论再做决定 方坚早前谣传 柔州行政议员这回改组 陈鸿斌和马兹兰很有可能遭到撤换 针对这个传闻慕尤丁没有证实 答案最快也必须等到明天才能揭晓 NTV7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